香甜的哈米花 打手骨的老爷爷 沙漠中的驼队 他们既不是照片 也不是油画 而是一件件刺绣作品 独特的题材和细腻的表现手法 被人们赋予了江秀的名字 今日 记者走进新疆江秀 非遗传承人钱美容的工作室 只见他正在秀架上认真的工作 一方压麻布 几根绣针 若干丝线 便是钱美容的全部工具 钱美容告诉记者 想要做出完美的刺绣作品 就一定要细 线细 心细 手细 那脸部的线呢 就是剔得非常细 就是这一半的线 可以剔32次 你看我已经剔了好多的这个丝线了 看 就是这个最细最细的这一根线 那有的一个脸部呀 我细的最多都30多层 因为它的脸部有的明暗的关系啊 处理啊 光子感是不一样的 一根线可以分为30多丝 一件作品需要一年之久 这就是钱美容对刺绣的极致要求 在中国传统刺绣中 香绣 蜀绣 月绣 和苏绣 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秀 自幼爱好刺绣艺术的钱美容 对这四种刺绣的真法 色彩和风格 早已熟人于心 它把新疆色彩艳丽 热情奔放 线条粗犷的刺绣风格 与之融会贯通 让新疆刺绣 以全新面貌走入大众视野 我们的颜色比较的亮丽 一眼看上去 就是我们新疆风土人群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图案 和传统的一些针法 来修制完成的 这是一个我们绣的哈密瓜 两个瓜是不同的 我们就采用不同的颜色 色系的渐变来修制出来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 这是钱美容在接受采访中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 根据新疆特色 钱美容经常去新疆各地 进行采分 一次 钱美容在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制县 邂逅了一场塔吉克族婚礼 她用相机记录下了 塔吉克新娘的美丽瞬间 那么她的脸度的时候 我绣制的时候 也是绣了四十多层 我们的颜色呢 就是从亮到灰到背 光的这个块呢 就采用了很多的颜色 不同的颜色来体验出来 那我的针法用了很多的针法 同时呢也是用了小脚叉针 和大的脚叉针 还有结针 因为一个人物 绣制下来啊 有七八百种线 钱美容在新疆已生活三十多年 她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 她用刺绣记录着新疆的发展与变化 为了让江秀这一古老手艺传承下去 钱美容还开发了很多江秀 文创产品和日用品 同时她用自己的所学 培养了三万多名学生 每去一个地方啊 我就是以照相机的形式呢 拍出来 包括风景的呀 人物的 作为一个我的参考和记忆 回来以后呢 我就把它去研发和设计出来 用刺绣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通过这些作品呢 来了解我们大美新疆 了解他 其实将写的前景 崇根在小终鑽上 在前景上 不断 一项 这